第二个要跟各位讲的 叫做深入用笔节 其实今天我在看网络的一些视频 那来讲 那个他影片的老师 他当然是那个传统学派的 他就说 你们都说深入要笔节 那来讲 他就举了这一个八字 他就说 假如以这个八字丁卯以有 丁丑以示 那来讲这个八字其实 是要算申罗 为什么 L你好 因为 是有丑三合金局 所以其实基本上 他的这一个那个八字这边是金 然后 然后因为他这个是丁火 然而这个木要能够生火 必须要有丙火来帮忙 把他照到干了 他才有办法去生 这一个火 所以其实你不要看这样子 他其实是深入 各位 他再跟你讲他是深入 那来讲 他就说 各位 各位 你们来看一下 一个丙武大运 一个以示大运 在座各位 你们认为这两柱大运哪一柱比较好 各位 你们认为哪一柱比较好 是丙武大运还是以示大运 相信五行派一看就知道了 哪一个比较好 来 来 各位 你们跟我讲 是丙武比较好 还是以示比较好 来 各位 看看看 这老师解释的算ok 但是因为我不太 我不太懂 传统八字 所以 我可以认同 我可以认同 深入 不见得一定要比肩结财 我可以认同 谁跟你讲说深入一定要比肩结财 深入也可以用官杀 也可以用财 也可以用食伤 谁跟你讲说深墙一定就可以认财官 说不定来个官杀 便日主受克 你不就全盘皆末了吗 所以 各位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柱大运 丙武大运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天干 乙木生丙丁火 生己土 他的地支 卯木生吾火 似火 直接克有金 然后生丑土 这是在丙武大运的时候 他的排列组 我们来看一下乙士大运 乙士大运 我们可以知道 乙木两个 生丁火 生己土 地支 卯木生 似火两个 生丑土 生火金 各位 当然乙士大运他还没到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丙武大运 这一个人他出现了什么情况 在丙武大运的时候 他因为公司收掉了 他原本是在外商工作 结果公司收掉了 给他一笔支钱费 以后他跑去经商创业 各位 你认为这种排列组合 他会怎样 当然到最后 经商失败 负债累累 各位 你假如用五行派的话 你当然一看就知道 他妈 你这一注运 你凭什么 你去创业 你怎么经商 你要也要乙士 乙士去创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怎么会在丙武 可是各位 你看 他说他是生路 你看 比赢 这些都是他的用神 可是 到最后的结果 是创业失败 负债累累 很多人都是这样 KEL你好 很多人都是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以为 一句话 身强要克蟹 身弱要硬比 所以 一直在找自己的用神 当你自己找自己的用神的时候 各位就会像这样 就会像这样 像这样的情况 你就会很头痛 然而你只要用五行派 五行深刻 那你一看就很清楚 我说过 我有一个客人 他也是这样的情况 他在2016年 秉申年 2016年他赚钱赚翻了 他赚了1600万 隔年丁酉年 他也认为 各位 秉申年 火金流年 丁酉年 火金流年 大运没变 八字也没变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在秉申年 我可以赚到1600万 我明年丁酉年 那更不用讲了 李瑞欣你好 那更不用讲 但是我人没有那么贪心 我只要赚1000万就好 结果 我说过了 丁酉年 也是一样1600万 只不过前面加个负号 当年差点 跑路 要不是有一个好老婆去筹钱 就准备跑路了 怎么会这样 不是都是火金吗 同样的道理 这些不是都是他的身弱 要比肩吗 可是实际上 却完完全全的 不是那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一切 还是要回归五行僧客 来判断 这种情况 非常常见 我的 我的很多学生 其实就是因为这种问题 到最后来找我学八字 年轻的时候去学八字 老师说他的八字身弱要精髓大运 所以他一直在等 他要精髓大运 所以他就在等这一柱 我到了 我一定会怎么样又怎么样 等到到了以后 非常的失望 然后 打电话来跟我讲 老师 我以前学八字 怎样怎样怎样 我说八字我看一下 我一看 这不用看 这是你人生最低潮的一柱大运 他就说对 没有错 他很期待这一柱大运来 结果却成了他人生 最低潮的一处 为什么 因为财运备合 官运又不见 所以婚姻上 出了问题 然后工作上 也是出了大问题 所以 整个人陷入低潮 而他在跟我讲的时候 不是刚进入这个大运 已经走了九年了 各位走九年 你以为一年可以反败为胜 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 然而我跟他讲 你的金水大运 不是在这一个根深大运 是在下一柱的新有大运 这时候财运还给你 官运 也都还给你 各位 同样的道理 这都是我的大运 我要很好 这一柱破财大运 这一柱 财运很好的大运 完完全全不一样 可是都是火 所以各位 这种情况 在现实的那个批命里面 非常常见 各位 这种情况 非常常见 你不要认为他只是 所谓的少数而已 其实 这种情况 占了 五成以上 也就是说 其实 有一半的人都会受这一种的影响 而且以为是自己的用神 结果 其实出现大问题 像我有一个客人也是这样 他就来找我 然后我就说 你看你这后面 其实都是你的用神 来讲的话 其实你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结果 他就跟我讲 老师 你帮我看前面 你讲的再往前一柱 我就说那一柱 对你来说很烂 那一柱很差 没有什么好看的 为什么那一柱很差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学八字 然后就学到一个 财多生弱要硬笔 结果走了一个笔尖大运 他就觉得这是我的用神 我要创业 所以他就在年轻的时候创业 结果 当然 创业失败 创业失败 经过两三柱大运 他来找我 然后 他那时候他就问我 老师这不是我用神 我说没有 那一柱不是你用神 后面这几个才是你用神 你年轻的时候创业失败 假如后面都是你祭神 你要如何把窟窿 越环越小 假如都是祭神 你只会越来越大的窟窿而已 他突然才醒过来 他说对 怎么会这样 所以其实他到后面 他年薪已经破百万 可是 他依旧还在偿还他年轻 因为财多生弱走笔尖 他说 因为这一个动作 让他到后面 年收入都破百万 还在还那时候的窟窿 你认为他后面的用神 他会觉得是用神吗 他妈的辛苦赚钱只是拿来还债而已 各位 他怎么可能会认为他是用神 来还债很辛苦 怎么会是用神 但是假如那时候这些都是祭神 他根本还不了 只会越来越大的负债而已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很多人学八字 反而让自己走向了一个死胡同 老是朗朗上口 就很像我以前在学八字 我也觉得我八字深入 这种情况的话 我要火 所以我一直在等 我现在这一个大运 可是当我会批八字的时候 看了一下 那什么大运 烂到爆 懂了以后 懂了以后你就笑了 你知道吗 这个大运烂到爆 算了 我只好靠什么 我靠流年 我说过我是靠流年爬起来 我并不是靠大运 我只要靠大运要到56岁 对不对 可是 很抱歉 我今年45岁 56岁 还有11年了 各位 我等到那时候 我等到天荒地牢 对不对 所以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已经知道 这个运不好 但是有流年可以来做修正 所以我都是靠流年 我并不是靠大运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说 这种情况 是非常常见的 你不要认为很少见 非常常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们假如去看很多老师在解八字的时候 他们是完完全全 已经不会管你什么深墙深入了 只是为了解释而解释 而那种理论是 你完全看不到的东西 也就是 纯粹的 为了解释而解释 这个木 他必须要有丙火来 所以丙火才是他的用神 妈 五火就不是 为了解释而解释 了不了解 为了解释而解释 所以 各位 还会跟你讲 就是因为丁火不够力 要丙火 这时候又来 反正 故事都是他在讲 丙火不够解 就只是为了要 能够吻合他所讲的故事 所以什么样的理论都可以编出来 这也就是 你们在学传统八字最大的一个问题 初学者 完完全全被这些理论 听老师讲得很开心 可是 为什么你们假如仔细去看的话 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都可以推翻掉 深墙要克蟹 结果 他就突然来给你转变一下 说这个又不是深墙 或者是说又因为什么样 反正理论 特别多 你没有学个十年 你哪学的 你哪学的完 而且让你都学到了 来啊 下一个八字他是怎样 你根本没办法照 照样搬到里面 还是一样 等事情发生了 你只能够再套命而已 也就是说你学了那么多的东西 这些东西没办法预测未来 但是可以很好的解释事情怎么会发生 请问学这个要干嘛 说故事 有用吗 所以你去看 很多老师 其实过得苦哈哈的 很多老师过得苦哈哈的 了不了解 说不定比一般上班族还糟糕 曾经我就有遇过一个 那网友他就说 我去遇到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跟我说 他对他的风水很 很有把握 他觉得他用的这个风水很棒 他的命像馆 外面有一棵大树 那个就是风水树 那个是他亲自用的 所以他跟我说 他一个月赚5万 一个月赚5万很多是不是 他妈的我坐在这里 我也不用搞什么风水 我天天在那边给你喇叭就好 我一个月也赚他的妈的 两倍三倍四倍以上 所以各位 你不要以为 妈的命理师都赚很多 你想太多 很多人 其实比上班族还不如 可是他依旧天天跟你讲 改运改运改运 他为什么没办法改自己 他为什么让他自己落到成这样 比一个上班族还不如 我今天比一个上班族还不如 你不用来找我 各位 我就这样跟你讲 我天天跟你讲 妈八字改运 结果我自己改了 他妈的跟穷光蛋一样 你来找我干嘛 对不对 现实就没办法说服你了 所以各位 我当然过得很好 我还要跟你 我还要装吗 我有什么好装的 我就是这样 对不对 看过我的人都知道 他根本装不出来 就是一副大爷样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我们常讲 你学了八字 你到底能不能用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只会讲解而已 现在都只会讲而已 那讲是没有用的 因为未来会怎么样 你不知道 就很像 我都跟客人讲了 你要注意 妈日主受克兼破财 他都注意了 可是 还是一样发生了 只是发生的 问题 比较小 没有那么大而已 所以这是第二个 要跟各位分享